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日本的樱花树挤爆了吧 对吧 是吗 都去日本赏樱花呀 一间房难求 在日本的现在的时候 没错 这我以为都是前阵子 我看到新闻说是去购物吗 对吧 去学冰吗 买马桶盖 什么都买吧 因为我是有一天 我而且我还不是在咱中国的电视台上看到的消息 我是有一天按无聊按着 看到那个日本那个NHK的英文频道 看到他们有个节目 在谈中国游客 在播 播他那种卖药啊 卖化粧品店门口 大牌长龙 那个退税呢 全是中国游客 没错 那些人很兴奋 很兴奋 这个日本人还真是 就是说名大局啊 就是说虽然是 没有限购 对对对 懂大体 一个人只有一个屁股 不是 所以只能买一个盖 而且就是说 你这个回国托运这个行李 给你放宽你的那个重量和体积 就因为有人买那个梯子啊 就是买上次李经在这 有人在日本去买梯子 说这梯子都要在日本买 扛这个梯子回去 你说这个我就不明白 你比如说 我还记得好像前两年 不是都在反日啊 什么这个 就比如说安倍上台 到去年我看网上还有一堆骂的安倍 什么样 以后跟日本要怎么样 把东京给怎么 什么现在 这个爱国主义哪去了 这上哪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呢 就是骂的和买的不是同一波人 中国人 不是同一波人吗 不是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同一波人 也有可能是同一波人 他们所谓的诈评东京 就这个意思 我把他东西全买了 对啊对啊 也到他歌舞伎厅 是吧 去为民族复仇去 冲那个日本一级 是吧 你看梁老师你好 没错 杜老师你好 咱们的民族气节 你们也来复仇了 没错没错 但是你知道这事还真是跟樱花都有关系 我先给你看看照片是吧 咱不能去 咱们先向往之 咱们看 你瞧瞧日本 这樱花大阪 你瞧再看 人呢 人 这都是剪着没人的时候拍 你看 这 好美 美吧 就是人多 你知道我现在不敢去 都多好啊 这个你看这都是 现在看着 这下的就是人了 这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 我的母校 你要去不了日本看 你可以 像我母校看 但是母校是卖门票 卖门票呢 现在就社会上开始就给我的母校提出一个呼吁 说都是这个国立大学 都是国有的吧 对吧 说这个卖门票呢 应该就是联系到这几年呢 大学应该公布财政 就是也给我母校也带来一定的压力 我母校说实际上买票的只有三分之一的游客 说翻墙进去 武汉大学没有围墙 是 对 就容易进了 没有进就进了 我知道 所以我说既然是我的母校也就不要要求他公开了吧 反正我跟你讲另一件事 就是因为这个樱花哪都现在说出来樱花起源是哪的 说云南吗 不是说 不是就说韩国那边又又表示啊 说樱花 当然还是起源在韩国 不是所有的事都起源在韩国 你也以为是 不是所有的事 但是中国现在有个 密砂树火药造纸都是起源于韩国 我跟你说 你们都往韩国人身上泼汤水 就说没有 这辣椒也都是 辣椒泡菜 端午节 月亮 你看你看 你看我 我就得为韩国 月亮是韩国人头放上去 我要为韩国主持正义 你们这都是给人家 给人家韩国泼汤水 就说说人家韩国好像什么都跟咱们抢 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 你比方说 韩国说的那个端江陵端午纪 咱们就以为他把咱们的端午节抢了 其实那个确实是人家的节 跟咱们完全不是一回事 虽然都有端午俩字 但是人家也不是吃粽子 也不是什么玩龙舟 所以屈原不是在他们家门口跳 没错 屈原不是韩国 屈原在咱们这个端午节上 说是咱们端午节的祖宗啊 也是个传说 也是个传说会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还有一时候说 那韩国有一个教授 叫那个朴芬庆教授 发表了个论文 也是说什么什么去韩国 后来有人说啊 说这个网民都是胡掰 你还看不出来吗 朴芬庆 就是朴芬庆啊 朴芬庆啊 这是中国的这些人 给复会上说 韩国有个朴芬庆教授 整天说什么什么是韩国的 但是现在 根据中国樱花协会考出来了 说根据日本人的樱大剑 他有这么一本书 樱花这个大剑 大剑人 大剑人 对 日本人就是樱大剑承认了 樱花起源于中国 起源于中国 喜马拉雅的这个地区 是在唐朝的时候 慢慢的 这么过去的 到了日本 唐朝的时候 喜马拉雅还不是中国 别瞎说了 西藏那个时候 松赞干部 他是番王 他是番王 吐蕃那个时候 还真的是个 不在唐领域内 是个凡蜀 有时候是凡蜀 但吐蕃是翻过联打过的 算副蜀国吧 很难说 邻邦也帅 看你怎么定义了 看你怎么定义吧 反正什么都是中国的 这都没错 这没错 那是 对 所以我就说 这个花 丰唐你这作家 你整天就写花的 我写女生的 我是科学作家 我写女生的 花也是女生的生殖系统 我没说错吧 什么叫花 也是女生的生殖器 当然了 花也有雄性 也有雌性 好不好 那就是生殖系统 但怎么会 就只是女生的生殖系统 也是男生的 这有什么区别呢 整个话倒过来 说花也是种生殖系统 但是你就不能说 花也是女生的生殖系统 很多作家都发过感慨 有人像花嘛 就是说动物和植物 恰好相反 你这话 就是说动物的生殖系统 往往保护在最隐秘的地方 防在最隐秘的 但是植物的生殖系统 它恰恰是最笑脸迎人的 对不对 但我马上 你说这个龟女生 那我马上很严肃问你一个事 那你觉得菊花是什么呢 什么菊花 剪块肥皂 我不懂你们这些不正经的人说的话 肥皂掉 这个说说风堂 你对花 你不是老企业的诗吗 抒发一下对花的情感 春水出生 春林出盛 春风十里 不如你夜 这不是做点自己广告 没有了 其实我对花的最明显的记忆 最深的记忆 来自于当时南北朝的里边 一篇文章的一句话 叫牧春三月 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 群鹰乱飞 好 没有一个难字 但你就觉得 哎呀 这个生机盎然 是 真是 对吧 定量写的好 所以我就是说啊 这种 为什么咱们就说这个花之争啊 什么端午之争啊 我想到的倒是这个 韩国 日本和中国呀 这个历史上的这种文化关系 到底它是个 你说到这个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其实我们今天想到日本 就想到樱花 都觉得樱花是日本国花 那首先日本其实是没有国花的 他没有定樱花是国花 这是一个 就我们把它连起来 他也觉得很正常 但他没有一个名义上的国花 中国花是牡丹是吧 我们定了吗 到底有没有 我们曾经 你像台湾那边 台湾就是梅花 对吧 对吧 咱们牡丹啊 咱们就是牡丹啊 对 那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 日本啊 曾经并不把樱花当成他们国家最重要的花 因为他们有一个时期 深受中国 也只是平安时代 就在奈良啊 早年的京都定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们什么事都学中国 所以很自然的 对于花的这个次序品位啊 也是学中国的 你知道我们中文看花 花是分等级的吗 你知道吧 有些花我们觉得特高级 比如说蓝花 那不用说了吧 君子 对 还有一种花 也是中日韩 都是学的中国 觉得这个花等级非常高 那是什么呢 梅花 梅兰竹极 对 梅兰竹极 梅是第一 所以日本呢 比如说我以前读过他那个和歌集啊 就早年的日本的诗歌 和歌集里面有一本很有名叫万叶集 万叶集里面绝大部分谈花都在谈的是梅花 樱花是少的 樱花是后来才越来越重要的 所以你看它是跟中国的一些 海维特多的时候 其实花也挺好玩的 插一句呢 就是 其实有些花是很难分的 比如说梅花 桃花 杏花 甚至樱花 其实很多地方 你看粉白粉白到春天就开的 梨花 非常难分 梨花稍好一点 梨花因为基本都是白的 而且那花朵呢 小一点 树大一点 相对好分 但刚才说的梅花 桃花 杏花 其实不太容易分的 但我可以教你一个诀窍 我那天 那天给你一个硬知识点 其实呢 比如说梅 梅比桃花 少绿叶 也就是说桃花开的时候 有叶子 有点绿叶 梅花没有 但梅花比杏花呢 多青枝 就是他会在枝头犯青 但是杏花就崩 花开了 这就是宋朝人的这个 有一句诗 你瞧 他这个对植物的生殖系统 他也这么有研究 因为原来呢 我是上的非常高等的大学 你是富产科专家嘛 北大得学这个 是这样的 这个协和类教育系统呢 让你学关于所有生物的事情 所以先学这个种子植物学 这个被子植物学 学无机植动物学 有机植动物学 比如说鲍鱼 学名叫什么 叫石绝鸣 是 很美的名字 对吧 我一看就石绝鸣 你一看鲍鱼 想成这个 鲍鱼像这个的说法啊 不建于北方人 建于香港人 是吧 香港人喜欢 对 香港人把这个鲍鱼 做那种理解 真的 这不正派 我们那么慌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接着谈花 都行 都是一回事 花我就补一句 你说 我刚从前两 一个半月前 从春节前 从台湾回来 台湾呢 也有樱花 好多人可能不太清楚 它在樱花呢 它叫山樱花 山樱花 因为台湾纬度 比较靠赤道 它相对开的早 它没有开的那么灿烂 所谓没那么灿烂 就不会一条江 一座山 都是红红的 或粉粉的颜色 它特别像老天 拿这个山 山谷当成一个花瓶 插一只 插一只 别有一种味道 我觉得也是 其实看花 不一定说 一定要集中在五大 对吧 不一定要集中在 某个地方 其实可以多看 而且这个看花啊 就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呢 本来咱们汉族人呢 也是有这个赏花人的 这么一种文化 那太深厚了 对吧 但是你看 现在我老看一些照片 比如日本人 一家人 他在这个樱花树下 喝着酒 我就觉得吧 你看现在 现在啊 咱们的这个酒桌上 你想一般是什么气氛 但是你看 我有几个印象 一个是在内蒙 后来我发现呢 不光是内蒙 甚至我去了这个 哈佛大学 我就发现呢 这个 好像有一种喝酒的文化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就像这个 人们在花树下 就是大家呀 围着一桌喝 然后喝喝差不多 私人交谈差不多 有人叮叮叮叮叮 一敲 然后我要给大家唱个歌 或者说 我要给大家朗诵一首诗 然后就是磁起彼伏 或者说内蒙弹个钢琴 我就觉得 现在咱们是不是人太拥挤了 就是没有这种 我遥想古代啊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 清明节还不是 最早的时候 清明节还不是扫墓 清明节真的就是出去踏青 家家户户在草坪上 唐诗就很多嘛 他们亲民的时候 是到曲江那儿 曲江沿岸赏花的 以前长安 是啊 就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说今天是不是因为 咱们太少这地儿了 不是 其实地儿有很多 咱们的有可能巨大的问题 我能观察两个 一个是很讨厌的 这个手机 特别是这个 Steve Jobs 发明这个苹果手机之后 这个手机变得越来越好看 整天盯着这个手机看 另外吃饭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东西 特别破气氛 就是谈事 对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近来 大家总爱吃饭的时候 约着谈事 本来吃饭 本来就这样嘛 对 我的理解 有时候你看 人家约是看什么 说我们这边的花树开了 咱去看花吧 正好是明天 我今天晚上看有花孤子 明天花可能会开 能不能一块过来 在花下看看这个花 好不容易开了 可能在北京这种大风天 光滴一下雨 一个星期就没了 很短暂 有时候会约 你想原来中秋是什么 赏月 不是谈事儿吧 是吃个月饼 然后看看月亮 不见得要谈一些 比如说 你上什么脱口秀啊 你走哪个综艺节目啊 一般不会谈这些事 还有你说很多的 当时的一些歌咏的记载 从来没有说 说在这个宴会上 谈出了重大的事情 总是说 喝呀喝呀 一歌累时商 就是唱一个歌 你就喝了喝了十杯酒 这样子 你这个讲的太好了 你知道我觉得 就咱们桌子什么风雅 什么叫风雅 不一定是多高的文化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我上次去台湾 到这种原住民的那个地方 跟他们喝点小酒 我都觉得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反正 比如说最淳朴的这个农民啊 是 他跟你在一起啊 他也不会谈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得过什么奖 或者甚至他也不会赞美你 他也不会说 你好有你好有名啊 或者你很有学问 他不会说这些话 但不会说这些话 你反倒很开心 你知道在这个中国的 这个交际厂上 你说的这种人啊 我就见过 我不知道是出于一种 什么心理 你某种程度上 你也应该很感谢他 我觉得现在就中国 有一部分中国人吧 交际厂上的人 他想跟你交往啊 他靠的好像是在酒桌上啊 贩卖他对你有用 有多大用 但是你知道他有时候 我觉得他不太了解我的心理 就是你比如说 一般的路子 就是现在这种人都是大忽悠 他好像上来啊 想征服你 你明白吗 就是咱一来就说 哎呀 风唐 你的小说 我最喜欢的小说 我跟你说 中国写小说 前三名 风唐 风唐 还是风唐 好朋友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逻辑就是 我怎么能对你有用 但是啊 你现在合作那个出版社 太差了 我跟你说 我能怎么怎么着 我认识谁 我认识谁 是吧 中央台的 拍纪录片的 全是我哥们 我给你拍纪录片 我的纪录片 能给你上BBC 哎 你明白吗 他一枪好意 但是你他弄得你啊 很尴尬 经常就是 在反过来 所以在今天中国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很难有趣味跟风雅 你比如说 因为今天出来吃饭 好像总得就像冯唐讲 就总得谈事 是吧 那如果不谈事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今天 哎 看家门口附近花开了 我说哎呀 真好 约几个朋友 就约你们 我们文涛 我们这样看花吧 这花贴起来很暧昧 在今天 有点是看菊花 对吧 对吧 看菊花 要是我约你说 哎 有个项目啊 出来台 那不一样 那你觉得 哎 这这可正常 该去 但你说 约来看花 这什么 这什么情况 现在是 是啊 就是你 所以你知道 真的 我的这个私人朋友圈 这个人很少 而这个很少的人 还就真的是 可以 大家看花 喝酒 就真开心 可是你在社会上 你交往的人多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呢 他往往变成了一种 推销和自我推销 没错 就说了半天 就是我对你有什么用 我要让你知道 我对你有用 我觉得至少应该达成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 比如说 40% 该谈事 谈事 该这个做头脑风暴 做头脑风暴 该讨论讨论 60%的饭 争取 一 不看手机 除非那手机响起来 对 别看你微信 别看微博 别看短信 因为不是急事吗 是 第二 别谈正经事 咱谈谈那些非正经事 就像回归一下 这个唐宋的这个传统 春夜 宴 宴 桃李源 对吧 是 就你想想多美 就很开心 多美 当然 我跟你讲 他这个事情啊 也有另一方面 在北京也很奇怪 这也有些人说了 就是说 他是不谈 比如说 作家在一块 谁都不谈 写作 画家在一块 同行相亲 谁都不谈 谁都不谈画 谈的反而都是饮食男女 所以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也有人就是很感慨 说现在这个啊 就是艺术家在一起 不谈艺术 对吧 作家在一起 不谈作家 你说一种什么心理 是同行相亲 还是说 不是 不好意思说真话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有时候也许 知道大家的艺术观 对文学看法 相差太远 那么作家在一起 要谈的话呢 那免得谈下去伤和气 还不如谈一些 离远一点的东西 就瞎说这个 那女的怎么样 那男的怎么样 还不如说这个 其实我接着 闻到的说 有三种情况 我观察到的 因为我自己写东西 这个一种呢 就相差的特别远 大家就没得可谈 君子和不同 别谈了 这个谈谈花吧 对吧 一颗那么好的樱花树 看会有谈一八卦 对吧 这是全民普世 全民普世 普世价值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第二种呢 其实也会说 咱们都懂 太熟了 太明白了 都知道这种的苦 就不谈了 大家放松放松 就跟不谈生意是一样的 今天不谈事啊 今天不看手机 咱就好好欣赏 这三瓶酒 咱就聊了这三瓶酒 第三类 其实有时候是谈的 个别的时候 尤其是互相有互补的时候 有一定的共同价值观 写作观 人生观 这时候可以谈 比如说 我一两年建一丝格费 也著名作家 然后呢 我上次见他 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 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 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了 驱动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 而且他是早我十年写的人 我想知道到他这个岁数 他是怎么想的 其实有时候也是交流的 他怎么回答的 他当时沉了很久 他就说 我现在反而是归到 阅读和写作的简单乐趣了 因为他两种东西 很有可能你写过两年 你会发现 慢慢的在减少 或慢慢的在清晰 减少的呢 是你原始那种写作动力 想表达想表达 就像比如说 文涛憋跑鸟 死活想去洗手间 逛机撒一封 撒了十分钟了 你会觉得压力减少的好多 这个时候可以慢慢尿一泡 是吗 静心享受一下 尿的乐趣 看一下洗手间 小便池上的广告 文明一小步 向前一大步 然后看看下边 谁在打倒卫生 哪个公司负责保洁 什么之后 注意观赏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向前三远行广告 之后见 其实咱们说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就是在一块聊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对吧 你比方说 我要请教文道 是看过这个方便书 因为当年讲法国 巴黎的那种艺术家的圈子 这个文采风流 18世纪或者什么的 很多就是画家圈在一起 什么沙龙 你说他们在一块聊什么呢 他们会谈艺术 也会谈文学 甚至是争 甚至是打起来 所以老吵架 没注意到 就是巴黎就是沙龙文化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最甚的时代 除了启蒙时代 大革命时期之外 就是差不多19 20世纪 那段期间呢 就是天天到晚 就各种各样的沙龙聚会 而且不只是写作的 拍东西的 做艺术的 后来21出都去了巴黎 在那 但是那时候 什么呈现出来 什么结果呢 就天天骂 天天吵架 所以你那时候看到 他们生产出来 最多的是什么 是宣言 就比如说 流派 对 我超自然主义者 假执观 弄一个超自然主义者宣言 刚出来 联署了20个人 第二天 闹翻了 我们是真超自然主义者 超现实主义者 第三宣言 天天骂 说他们是假的 我们是真的 就这样 所以你艺术家 在一起 要想交朋友 还别真老在一块 谈艺术 而且你知道 就是有些情况 今天的年轻人看起来 可能就不可思议 我想起来 我觉得都挺怪的 就是80年代的时候 那家伙 北京也是 你记得就是什么 干阳他们那些人 什么的 那在一起 就脸红脖子粗啊 就海德格尔 你记得谁 就是哲学 存在于时间 存在着萨特 好家伙 争中国的发展 该向何处去 但你说这个东西呢 就跟我们开始讲赏花 那种闲情式的聚会 又不一样 你说这种是非常知识分子化 文人化的聚会 呃 我们刚刚也谈到一种 纯粹公事公办 为了要实用价值 在一起吃饭喝酒 但是我们说赏花那种是什么 你想想看 它是一种特殊状态 它是一种 我们既不是很认真的 要谈个什么艺术的东西 也不是要办事 而是在别的东西 我认为 我认为今天有很多人 哪怕他很有知识 但是他就缺少一个意 就飘逸的那种 飘逸的意 这个字 他们还没 放松不下来 到底很好玩的呢 接着说 其实这两类都缺 一类就是对大自然 对这种 人世间的美好的东西 一种可以少说几句 慢下来的聚会 有可能就一两句 大家写首诗 或弹个曲子 或读首诗 就OK了 看看花 看看景色 看看流水 包括在像台湾那 有时候扑扑就在你身边 然后喝喝茶 不见得说太多话 大家坐一坐 问问你好我好 这个最近怎么样啊 稍稍开一两句玩笑 过去 我觉得非常好 不谈任何事 不看手机 另外一类也缺 就像刚才 豆老师讲的 文涛讲的 争一争 骂一骂 就一个议题 两个一起 大家敞开了 说说 碰碰碰碰撞碰撞 对 这是所谓的 非生意的 跟钱无关的 没功利的 这种没功利的碰撞 有时候会有一种 致实上的开心 没错 而且你有助于你思想的进步 所以说你这两种啊 你让我想起啊 这个阿诚老师讲的 跟我讲论语 我听他讲的特有意思 他就说特别注意到 我们老以为孔子是一个好像有国有民 但你记得孔子最有名的一段 他就问他几个学生 你喜欢干什么 各言辱志 有的人说我喜欢这个做一个礼官 有的人说我喜欢治国 但是最后的一个人 经典 童子什么五六人啊 几人欲乎仪 风乎武仪 勇而归 这是在大自然中啊 去飘逸 去洗澡 最后唱着歌回去 没错 他就说啊 这个是孔子指出的 人的觉醒 当时有一株 幽花 幽花就在旁边 而且真姐说这话的时候 还是刚刚好 本来在谈的情 正好他要说话 这情他罢了 对 所以说一个儒者 他的内心 其实是自由的 幽美 你讲的好 比如说像 但今天我觉得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像他们赏花 其实是有仪式感的 高档的文人 跟一般大众赏花 请不吝点赞